老王频道 毫无疑问 我们之中有些人会被拘留过 在监狱里蹲过一段时间 不管你觉得那段经历有多糟糕 和那些世界聪明昭旧的监狱相比 简直不值得一提 由于有着许多的实行犯 圣昆廷的犯人实气沉沉的 其中一个犯人 罗伯特加尔万说 我们就这么被扔在架子上 这比直接处决很难受 因为我们只是在灯死 虽然 这个监狱没虐待囚犯那些行为 却要面对自己必死的命运 而别无其他 巴黎上德监狱 法国 距离塞纳河只有几英里之处 法国巴黎的心脏部位 做了的上德监狱 当你看到这个可怕的地方 你就会意识到巴黎恋爱之都的称号 只是表面现象 这座监狱从1867年开始接受犯人 有着虐待囚犯的历史 作为一座防守严密的监狱 只有三人曾成功逃脱 其中最为大胆的一次逃狱 由银行解放 维和瓦合的妻子上演 在监狱的房顶上 他坐上他妻子的直升机跑了 雷克岛监狱 纽约 关押着一万多名的犯人 臭名遭住的雷克岛监狱 位于纽约的东河 关押着许多暴力的犯罪者 这座岛上监狱有着悠久的强奸 谋杀 袭击 和其他危害人身安全的行为的历史 由囚犯和狱警都有参与其中 岛上的狱警多次被控告过度使用暴力 曾有两名狱警因组织犯人打架 而被逮捕 更重要的是 监狱里的黑帮 比狱警的威胁更大 佩塔克岛监狱 位于俄罗斯白湖的佩塔克岛监狱 拥有十分全面的安保措施 只关押穷穷饥饿的罪犯 这座监狱不仅仅是从身体上打败你 更是从心理上积款 所有的犯人一天会被单独监禁20小时 仿佛关在大牢里不过很一样 监狱里冷得令人毛骨悚然 监狱周围常被白血覆盖 犯人们一年里只有两天能见到探视者 于是隔绝 和宿舍条件随时会把犯人逼疯 卡米提最高安保监狱 肯尼亚 肯尼亚的卡米提最高安保监狱 囚犯们被迫人受很拉击的居住条件 而臭命远扬 除了疾病 和在障乱差的环境下 犯人们还会遭受抢奸 毒打和营养不良的折磨 许多人到了出狱的时候 已经挂机了 最坏的是 官方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 人权活动者也抗议过了 然而并没有什么软用 没人能强制要求他们推动改革 萨瓦纳塔监狱 维纳瑞拉 维纳瑞拉已故总统 余果曹伟斯 甚至形容这座监狱为18层地狱 这个地方是资金不足 人员不足 而且严重拥挤 在这里 黑帮比狱警掌权的权力更大 强奸和谋杀之类的恶行 也是常识 暴乱更是时空见惯 但在2012年 就有约600人被狱警或其他犯人杀害 这座位于美国海军基地里的美国军事监狱 被严密坚持着 即使国防部公布了所有在亚者的主身份 及相关信息 职业医学机构仍坚持要公布 在监狱内工作的医疗工作者 无视道德准则 以防碍人权 而文明的黑沙滩监狱 因预警的腐败和残暴 恶求 关押人口超标 和严重的宠害 而臭命找住 该监狱甚至拒绝提供医疗 导致许多犯人死于慢性病 防自杀的装置十分很到位 因为犯人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 都带着镣铐 该监狱严重违反了联合国的 囚犯最低限度待遇标准章程 吉塔拉玛中央监狱 鲁安达 鲁安达的恐怖活动十分频繁 他们建立了这颗星球上最危险的监狱 这座监狱以极度拥挤 而臭命远扬 据说 一平民要几下四个人 建造时 预计容纳500名犯人 现在关押超过了1000名 在这里 你不管去哪 都得击上老半天 在赤脚 寒冷 和肮脏的恶劣条件下 平均每天要死五到死人 患各种疾病而住院的 则更多 建立于1965年的 22号集中营 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在高墙之内能关押 这最多5万人犯人 隔离着他们 已达到击垮心智的目的 最恶毒的是 所有情人都会被关起来 从社会中抹去 有趣的 谢谢大家